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获得国际发明展手奖的女性素身衣竟是出自一个大男人之手,邓明华因大学考试落党,退伍后开始帮忙在家帮忙母亲裁剪衣服,没想到她学起裁缝禁币一般人都还快。 后来与太太共同创业,将当时都是阿妈型款式的素身衣改造成时尚罩杯,不仅获得市场助益,更荣获2007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手奖。 邓明华生长在新北市树林区,爸爸做食品批发,妈妈在家帮邻居做衣服,三个小孩里,她排行老大,因为大学没有考好,高中毕业后就入伍当兵,退伍后在家帮忙裁剪衣服。 她当时即展现天分,学习的飞快,开启了一个大男人量智女性内衣的事业。 邓明华回忆,从一刚开始从在市场租店面的健美行做起,到今日的罗琳亚定制素身衣,一转眼就是32个年头。 邓明华的创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没担心生意不好,她担心生活难以接济,生意好,她担心是否能准时交于顾客, 令其满意,再加上前妻提出离婚,邓明华一个人带着儿子拼事业,心力交瘁,她曾想电视上演的情节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还因为压力大,导致头发出现一块圆形秃。 后来,邓明华遇到了现在的太太庄碧玉,她当时是公司的缝纫女工,也是很快地就展露出缝纫方面的天分。 在当时,素身衣都是阿妈型款式的年代,庄碧玉半年内就研发出四款时尚罩杯,并全台首创可以修改素身衣,完全颠覆传统做法,也让大家对她另眼相看。 庄碧玉说,罗琳亚1997年创立时,她和邓明华两人一接到单就开着红色中古小西美到嘉义高雄等地为客人量身,有时回到台北已经是清晨五六点,尽管非常疲累,但还是坚持持续做下去。 1998年,在日本都还没服务巡回车时,罗琳亚就打造了全台第一台VIP服务车,诉求道府服务,可以直接在车上量身定制与修改,隐秘性高。 庄碧玉表示,而在还没有转车以前,只能跟客人约在麦当劳,大卖场厕所或是客人住家里量身。 庄碧玉说,每一款素身衣都要花一至两年时间研发,经过几百次的失败,才能成功研制出一件。 由于是没有弹性的五感先行布料,起初研制新款后,都请设计师是穿青蛙跳一摆下,用涂法链钢的方法测试衣服的张力和韧性。 回想夫妻俩创业过程,庄碧玉建议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凡是没有不劳而获,首先一定要有非常勤劳的精神,然后要认知自己的能力,估算要再专精一点,才有成功的几率。